各位大德、各位同修, 请翻开经本第185节第一行开始, 经文先念一段。 而呢,无尽温如, 此杰布罗金六节现前同事解营, 得同徒夫补也世尊, 世界本已次第晚生, 今日当许次第而解。 六节同体, 节不同之, 则结石, 缘和同徒。 这个就是接着上回讲的, 正是讲那个截, 截这个截子了。 那么前面讲的话, 只要把这个截子一解除啊, 离开就正骨。 那么所以就接着前面讲, 讲那个先提出问题啊, 问何难。 那么经文呢, 说到这里呢, 都是谈的这个, 怎么解截子的这个, 这个功夫问题。 因此呢, 这个前面一打断, 以至于这个后边的这个啊, 那么这个啊, 有个表啊, 我们先看一看。 看看之后, 我们再看经文的时候啊, 在我们研究的时候, 比较概念有清楚了。 那么现在就请各位印出来的那个第37讲表。 37表, 各位找出来以后啊, 先看这个第一项讲的这个, 就这个截子来讲啊, 封为了前后两端的一个比喻。 所以前面一段比喻呢, 前面一段比喻呢, 就是这个金本子啊, 第一百八十三页的时候啊, 那么佛告诉我呢, 你必然要嫌弃这个截子, 啊, 这六个截子。 不希望这六个截子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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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佛告诉我呢,他说你呀,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一切众生都是这样,犹如无事心性狂乱呢,这一段,由于所有众生从无事机来,他的真心呢,迷了, 然后就是发了狂乱呢,然后形成了这个三七项六出五项,就比喻这个,六个节子比喻这个,前后两种比喻,那么这样我们了解,把前面的经文呢,讲这个六个节子怎么样,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用一条花经啊,解六个节子,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就比喻前面这两端的这个,这些事情, 再请各位看呢,第二端的这个,双重啊,六节,这六节是双重的,什么是双重呢, 那个hisel,这个曲云华尼佛用一条花经文, ar lég range, 这个前面这个六根,六根节, Case Abraham, 这一个水平六根节,再来叫后面双重六节,他这个两根线,把他迁下来了嘛,前面是六根,六根。 六根是六根啊,这个鞋子。 那么第二根线,这个瓜糊里面是叫五呦指寻的那些, 无名呢 无名就是无名的结子 这就是双重的 这个无名的结子 分散在六根里 欢迎的话 六根呢 无论是眼耳 必是深一 每一根里面 都有无名 即使都有无名了 那这双重 这怎么个解释法子呢 双重你看无名下面了 无名即使 分散在这个六根里面呢 那么有无名呢 然后就是 出现了这个 这个我法 我执法执了 这个我执法执 从哪里出现的呢 就是从见分相分出现的 见分相分从哪里 见分相分是无名一边来的 换句话说 我们众生在 无世界一来 我们自己都迷住了 到什么时候开始 不认识我们自己的真心 人和人也不认识 你世界上就是 哪一个大修文家 他把世界的修书 研究到什么程度 他自己的真心 他都不能了解 真的了解自己真心 或者了解自己真心 什么时候开始 有了无名 那他就是不得了了 所以我们现在都不认识自己 就是无事无名 由于无事无名了 这个一年不绝了 然后才出现了 这个第八识啊 第八识是根本识 第八识本身没有什么执着的 那么由第八识转识 第八识后来的有七个识啊 一共有八个识嘛 我们每个众生有八个识嘛 八个识呢 根本的是第八识 这个再呢 就是跟第八识参在一起啊 始终制作第八识的话 那就第七识 第七识比较难懂 再就是后面六个识啊 那就好懂了 就前面六个识 前面六个识啊 就是眼识耳识 蛇识鼻识 整个身体身识 再加上我们的意识叫意识 言而必识身 一 那么是六识 六识啊 这个意识它的根来的叫做第七识 第七识又叫做意根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 根据维士学所讲的这个执着 这个执着 从哪里发生的呢 第八识 他本身 他这个很维系的 他本身没有什么执着 这个 言而必识身 这个五根 这个五识啊 也没有什么执着 执着就发生 第七识第六识 最根本的就是在第七识 所以我把二识啊 这个 有这个无明 比如说 无明一 不了解自己真心的就出现无明了 一出现无明 这个无明跟自己真心呵呵在一起就变成第八识啊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不止一次跟各位都介绍过了 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认识 因为我们自己现在 我们的人生我们是 这命根子根本在哪里呢 根本就是第八识 第八识怎么来的呢 它什么一个状况呢 第八识就是啊 我们的真心 跟了个无明 混合在一起 变成了这一个第八识 变成第八识了 第八识一活动的话就起了见分相分 这个见分相分呢 在第七识啊 第七识没有看清楚 起了误解了 就把第八识的这个见分相分呢 见分呢 把第八识见分当作我 就发生我之 这个我这个见分怎么来的呢 见分跟相分分不开的 见分是能 相分是所 实际上这两个都是从这个 第八识那个实的本体出现的 所以这个 这个第七识一方面把第八识见分呢 当作我啊 一方面又把这个相分呢 当作这个我所 好讲呢 就是这个 这个外面的这个山河大跌这个相分呢 啊 就是发指 所以他这个一方面有我之一方面发指 这个 这个 这个相分呢 就是 生起了这个我之 相分就生出了发指 这个我之发指都是有第七识 把这个第八识的这个 这个见分相分呢 没有看清楚 实际上见分相分呢 都是幻现出来的 就是假东西 怎么幻现呢 他从无名里面幻现出来的 就像虚空里面出现的花是一样的 那么他不了解是一个 是假东西 就把那个假东西当作真实的 这作是我 这作是法 我法而知 这个我法而知啊 有聚生我知 有分别我知 聚生呢 就从无时节以来 生生世世 余生俱来的 就有这种制作 第七识就有这种制作 那就生我知 那就生法指也是 他是生生世世 余生俱来就有这种法指 你就是一个人呢 把这个一切环境是山河大地 余生俱来就认为是 不了解 那是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显现出来的 把它当作是外在的山河大地 这就是制作啊 那么这个 我法而知啊 永久相须的 就是在第七识 所以永久相须的 永久不间断的 就是在第七识 但是呢 第六识啊 有间断 第六识是 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 我知 法指啊 跟这个第七识的 我知 法指有点不一样 第七识的 我知 法指 就直接制作这个 第八识的 那个建分相分呢 第六识的 第六识的建分相分呢 他这个 我知 法指啊 他 就是什么呢 新经所讲的这个 色寿 祥行 是 五云 合合起来 一个整个的 我们的生命的现象 好懂的就是 我们有物质的 有精神的 物质精神 合一的 我们那个生命现象 这个整体的 制作这么一个状况啊 这就是 第六识的 这个 我知 把它这个 分开来 或者是 制作的 这个 色法 色法什么 就制作我们 这个身体 肉体的 第一部分 当作我 或者是 把我们思想 受详心 是这个 心理 制作我 无论是 就整体的 就是 个别的 都算是我 这个 法指 是什么呢 法指啊 就把这个 五云 分开来讲 每一云 每一云的话 分的 又细又细的话 那个都是法 制作那个 不了解 那个是 虚假的现象 那就是法指 所以 第六识的 法指呢 跟第七识的 法指 有点不相同 在这里是 就是 因为 简单的呀 讲的 不能那么 详细 所以说是 这个 有聚生 我指 有分别 法指 聚生 我指 法指啊 的确是 永久 是 相续不断的 第六识 会有 间断 比如说 我们打 瞌睡 睡眠的时候 这第六识 不起作用了 它就有 间断了 那么这个 分别法指 什么的 分别是 后天 聚生 法指 是先天 余生 聚来 分别 法指 是 这个 比如说 我们人 生下来以后 他的家庭 教育 他的到 学校的 教育 社会 教育 这些 教育啊 我们这些 教育 说实在 都是 凡夫 教育了 凡夫 哪个凡夫 没有正果 俗教的 说的彻底的话 都是 邪知邪见的 这些邪知邪见呢 大家最常讲的 就是 你要 重视现实 你要讲现实 讲务实 这个务实 现实的 都是邪知邪见的 都是把这个 虚假的东西 当作真实的 所以我们 一个人 生下来 从家庭 教育 到学校教育 到社会教育 所灌输的 所教育 都是把假东西 当作真实的 这个都是 后天的 西之 邪见的 分别的 这个 我执法子 那么这是 这个 我执法子啊 就分配在 这个六节里面 所以 双重六节 双重六节 是六根里面 掩耳必摄声里面呢 都有五明 这是一重 再有五明呢 开出来这个见分相分 然后发生了这个 有第六事 第七事 制作这个 我法而知 有什么分别的 然后 又形成六个节 双重 这是一种 再说你解节 你解节 是关键 你怎么解法子 你必须要了解 因缘 再看第三重 因 法因缘声 那么前面这两小段呢 法案一过之后 再讲第三段 那那个 我执啊 俱胜我执啊 六七两诗都有 七诗永相续不断的 六诗有间断的 这我们已经了解了 分别的我执法子啊 只有在第六诗 他因为是后天学习的 这要分清楚啊 现在跟各位 再介绍这个 法因缘声 法你要是 要解这个节子啊 这个双重的这个六节 你就是怎么解释法子呢 第一的要明了这种 因缘法 万法因缘声 哪一个法都是 从因缘声出来的 那么这个 一个是世间法 一个是初世间法 这就把前面呢 一大段那个经文呢 把它做一个 恶要的一个整理呢 啊 用表把它列出来一个整理呢 所谓世间法 比较粗显一点 这就是说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众生呢 能够造业的 那些个石啊 本这个 起货造业的那些 这个石里边呢 本来具有的 这个 有露的种子 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石里边呢 有露的种子是因 过去是 所造的 种种的善业 恶业的那种行为 叫做缘 这个世间法了 就是 以有露种子 做因 以所造的善业 恶业的那种行为 叫做缘 这是因缘 到这世间法来了 不世间法呢 那就不是 夜诗里边 所喊的了 夜诗 我们前面分析的是 你这诗啊 诗讲的根本是 就是个 争亡合合的 这个假东西 我们都只知道 假 不知道真 知道一切是 有露种子 非常粗浅的 出世间法 不是这样了 出世间法 他自性本居 无露的种子为因 这个无露的种子啊 是清净的 不是有露的 有露是生灭法的 无露种子是不生不灭的 他这个无露种子是 我们自性里面 本来就具备 具有的 自性就是那个真心里面 这是因 我们每个众生在今生 在我们当生所修的这个佛法 佛法比如说 声闻啊 修的那个四地法 圆觉所修的那个十二因缘法 菩萨修的六度法等等 所修这些法 这个就是缘 这个缘 与我们自性本居的无露种子 因 这个合起来啊 成为出世法 出世间的法 这个出世间法非常精密的 非常伪戏的法 这就是在上一回 那个佛 所讲的 这个 我说佛法 从因缘上 飞去世间 和和处相 世间出相就指的那个 夜市中有露种子因 善恶行为这个缘 就是世间的和和的出相 如来所发明的出世间法 知其本因呢 就是本居的无露种子因 在今生所修的 四地 十二因缘 菩萨六度等等 这些缘 这是出世间法 你了解这个出世间法了 知道他的本因的时候啊 那你就知道 世间一切终生 他是 各位说 我们现在的修佛 有些某某人呢 很有这个 有功夫了 有他心痛了 有这个 一切念 他就知道你的过去 知道你的未来 这个 不是什么其他的秘局 果然你要把这个礼录 佛的这个礼 佛间的这个佛法 这个礼啊 明了之后啊 首先了解自己的这个 本因 本因就是从 这个 追溯追溯到这个 最初一年不久的时候 认识我们这个第八世 是怎么来的 哎 就了解我们这个 生命的这个 本来的状况是什么 然后推自己所知的 然后你自自然然了解一切的人啊 一切众生啊 他就是什么心理 现在所生的是什么环境 他所得的什么这个 报应 一目了然 没有什么其他秘局 你懂得这个佛法这个理了 你相信这个佛理了 你就 你就能知道这些状况了 所以后面一段呢 横杀界外的这个 下多少余点子都知道啊 就讲那个效果啊 这后面上午讲的 我们把这个表这个三段 把前面一大段做一个总整理 了解这个之后清楚啊 我们接着研究今天呢 不必详细的讲 经文一对照 就了然了 现在请各位看这个经文 佛呢就 叫这个阿娜的名字说 阿娜 无尽问如啊 我现在就问你 此吉布鲁金呢 吉布鲁金就是这个 那个天人啊 吉布鲁 那个天上 这个供养佛的 这个这个金 这个花金呢 结成六个截子 现前 你在你眼前 你看见了 同时 解银 得同屠佛 这个六个截子 这个六个截子 你看清楚了 要 我要同时把这个六个截子 解银啊 银就是截子 就把六个截子 统统 一个时候 同时把他截开 得同屠佛 同屠佛 一截 就一切截了 佛 可不可以呢 问他 那么不也 就是 我呢 尊得 答复 佛的话 不啊 是不能的 不可能的 世尊啊 称呼世尊的一句 为什么呢 世纪 本宜 次第 晚生 这六个截啊 世尊在晚的时候 晚就是打了 打枝了 那么 世尊在打枝的时候 打成 先是第一个截子 然后第二个截子 按照处地 一个一个 打成六个截子 所以 这六个截子 本来是 按照处地啊 来打出来的啊 就是晚生啊 打成功 就生出一个截子 出来 就是 次第 晚生啊 那么 今日 当时 次第 而截啊 那就是 这个 这个 大截的时候 一个一截 一个截 一个截 打成的啊 你要截 的话 你不可能是 一下就 六个截 同时截处啊 那怎么办得到呢 那你截的时候 也要按照 次第啊 到时候也就 必须啊 必须按照次第 来截啊 为什么呢 六截 同截 这个 这六个截子啊 是同一个花金 共同一个 这个花金啊 结成的 同一个截子 虽然同一个 截啊 截 不同时啊 在打截的时候 虽然是同一个截啊 但是在打截的时候 不是一个同时的话 你这个截是 六个截 一个一个截成的啊 一个截 打成了 六个截同时就成了 没有都会是 事实不如之啊 那么 这截 就是 在这个截 截是啊 这六个截 在截的时候啊 运和同图呢 那当然 同图是办不到了哦 所以是 佛 这个 这个 这个截是 拿这个 来 答复 佛的 问 问话 下边呢 佛就 根据 恶难 这么一 答复 恶难 这个答复 就表示 恶难 了解 这个 解除 这个截子啊 必须 按照 此地 来解 因此 佛就 过出 他了 佛言 六根 解除啊 一夫 如实 此等 出 解 先得 忍空 同性 圆明 成 法 解脱 解脱 法 一 巨空 不生 使命 菩萨 从 沙漠 地 得 无 生 人 就把 那个刚才 讲究 那个 双通 六结 统统 说在 这里 就讲了 佛言 佛言 我就是 释迦 摩尼佛 就说了 这个 说这个 我呢 你前面 这样这个 大火的 截 的截子 是这样的 那么 六根 六根截图啊 一夫 如实啊 你 了解了 这个 这个 花心 截子 这个 这六个截子 要按照 次第来 解开 那你 六根 里面 这个截子 也要 这样 解啊 就是说 六根 解除啊 六根 解 六根 里面 这个 截子 要 解除 的话 一夫 如实 一夫 也是这样的 跟你所讲的 那个 解 那个 法心 里面 有个截子 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就是说 四根 初解 天 的人 空 这些截子啊 截的时候啊 就跟截的时候 就不一样 截的时候 从 最期的时候 这 无明 先有无明啊 然后 三系 六出啊 截的时候呢 出前的时候 先截 然后 由出前 然后到 维西的 这个 程序来截 就是 四根 出截 先得 忍通 这个 从出前 出 怎么 解法子呢 啊 这就是啊 先把这个 人空 人空啊 刚才来个表里面跟各位都说过了 有无明 有无明 然后啊 有 健分 消分 身夺这个 我法二职 我法二职里面有 聚生 我法二职 有 分别 我法二职 那么这个 四根 出截啊 先 解除了个 分别的 这个 我职 分别 我职啊 就是我们 第六识 所分别的 分别的 把我们的 这个 根啊 六根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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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根是 这个 这个 色法了 这个 很心理的 这部分呢 受想性是 这个心理的 这部分呢 这就是 在第六识的 这个 分别的 这个 我职 分别 我职啊 我们制作的是什么呢 比较好懂一点 我们有 身见 有 这个 那些 邪之 邪见 邪见 这些都是啊 那这个 外道 所谓 修的 那些 这个 不合理的 那些 那些 那个 守着的 戒条 那些 见解 这都是那些 见火里的 那些 事情啊 那么 把这些东西 首先把这些 这个 截啊 这些 截啊 这就是 包括在 这个 这个 我职里 这 我职 是分别 我职 这个分别 我职里 边呢 就 叠出 把这 截 这个 这里面 就有三个 截子 这三个 截子 就包括 这个 根深 根深所对的 外面 这个 这个 无尘 一些 那些 这个 虚妄 知见 这些 这个 都包含在这里 那么把这些 这个解了 到了这个 人空 就我 我知啊 我知为什么呢 因为有 有身见 就有这个 有我见 有我所见 等等的这个 人空啊 解图 这个经文 就叫 简单啊 诸事读解 是这么说的呀 你怎么说呢 入流 往所 有我 有我所嘛 入流 往所 是这经文 后边的 这个经文 诸事读解 就提前来讲 什么叫 入流 往所呢 我们好 举个例子好懂 另外我们都是 学 净途中的 念佛法门 我们提起 一句 佛号 提起一句 佛号啊 诸事 开始我们 你怎么念佛了 你佛号 从心里起来 用口啊 念出声音来 然后用耳朵 听 听进去 佛号起来 念出声音来 用耳朵 听回 起 你 念出声音来 这个声音就代表声称 当然这个佛号不是普通声称啦 那是清净的法称啦 是万德风明啦 我们那是笔子啊 我们普通凡夫的话 听进外面一些声音的话 都是声称 不过一般凡夫啊 他不知道用功 你要知道 入流 往俗什么 把一切声称呢 回 回归到自信里面去 那因为我们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你念佛号的时候啊 佛号 回归到这个 自己心 心间里面 真心里面 就入流 这个入流什么呢 我们心里不往外 谈言 不往外 谈言啊 就往这个自信中里面 回归到 自己真心上面去 就入流啊 你这一入流啊 往俗 往俗就外面的 所有的外面的境界 就忘记掉了 没有了 往俗啊 往这个往事 就没有了 只要你 试试啊 往自信中求的话 回归到自信里 之后啊 外面的一切的环境呢 就跟着你转了 就归入到你自信了 就往俗了 那么你这样的时候啊 跟陈这两极 再加上你的这个前面 前面经文叫 老见发尘呢 老见的虚妄之间呢 老见加上跟着这三个结 同时就结了 这个就是 你入流往俗 这个 在跟上这个 和这个外面这个臣 臣是属外面的境界 根是本身的这个五根 这六根 那么这个 加上的这个虚妄分别心 这个 这一结束的时候啊 好了 这个我执 这我执是分别我执啊 分别我执就破除 得了忍控 忍控什么呢 忍我执 我执法指啊 简单讲 讲完全的话 就是人之 我之叫忍我之 法之叫法我之 这个忍控就是 忍我之 空了 忍我之破除了 得了忍控了 这个 下面 空性圆明 成法解脱 空性圆明啊 只要入流往俗 我之 破除掉了 破除掉的时候 还有法指在 法指的时候啊 这个 再继续解 破除 法指一破除啊 这个空性圆明啊 这个 空性圆明的时候啊 成了这个法解脱 这个就是说 这个 把这个 分别的法指啊 破除掉 这个里面就有两结 法指里面就有两结 法指里面有什么两结呢 一个是你的这个心智啊 心里能够活动的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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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做 觉 啊 用佛法来讲 就是觉了 你能够有觉悟的 这种觉的功能 这是一个 再是叫 守觉 你觉是觉什么呢 你觉有个对象啊 叫做守觉 觉是一个结 守觉呢 又是一个结 这个觉与守觉啊 在这里都是包含在法指里面 你把这个觉与守觉 这两者都放弃 都曝出掉 这个是空性明明了 法指不出啊 成为法解脱了 所谓觉呢 是觉不到 啊 这个法 不是真实的 守觉呢 就是这个法 这两者都曝出了 所以成法解脱了 下面呢 解脱法语 聚空不生 前面呢 这个 空性明明 称法解脱了 那还是 分别法指 不出的了 分别法指 不出啊 还有 聚生的 我指 法指啊 前面那两段是 一个是分别我指 分别法指 现在人空呢 是分别我指 称法解脱 是分别法指 分别我指 法指不出以后啊 法解脱已了 法解脱已 那个呢 最后的 聚空 聚空什么呢 人空我空 人我下 人我之也空了 法我之也空了 这个 人我之空了 就是一个空 法我之空了 一个空 就是聚空 这个聚空 假设我们认为 哎 我已得了聚空了 好了 你得了聚空啊 又饿了一个圈套里面了 这个聚空就是障碍 你要了解 聚空不生啊 这个聚空不是因为 你法空以后 我空以后 才有聚空出现啊 聚空本来就没有的 你根本就不需要存在于这个聚空的观念 有这个聚空的观念就是不对的 它就是一个障碍 所以聚空不生 你聚空这个 这种观念就没有 根本就不会 就不要发生的 到了这种境界 到了聚空不生的时候啊 这是最后一个节目 前面那个 这个聚空出现 新的人空是三个节 空现前面称 八节头是两个节 五节了 到了聚空不生的时候 最后一个节目 最后一个节目 那就是最初升起那个 这个无名 这个节节子呢 就由前面出现了 节到最后的那个 根本最初一念不绝的时候 发生了个无名啊 第一的聚空不生的时候 一切生灭法都灭除了 讲到最后 最初的时候 因为这个大神起先论里面讲嘛 真如是不生不灭 这一门啊 无名是生灭这一门啊 不生不灭 有生灭的 呵呵的 才有第八十啊 后来也是啊 你的聚空不生的 就是这个生灭 这一门啊 完全灭尽了 生灭灭干净了 真正大击灭了 现前了 真正大击灭 现前就是这个 不生不灭的那个 真心呢 就凸现了 这个是什么 就是使命 菩萨 从三摩地 得无生人 你这个聚空不生 就是 就是前面讲的呀 心性狂乱 前面经文 心性狂乱 心性狂乱 心性就是 真心 狂乱 就是无 一念不觉 发狂 一狂之后就乱 就指出了 最初的那个 我们人人了解 最初的那个 最原始的那个 那个第一个节子 就解开了 所以说 使命母 这叫做菩萨 从 三摩地 得无生人 最后这个 这个三摩地 无生人 那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 就是这个 大击灭 先一先 就前面叫 那个 如幻三摩地 潭子 超无学 前面叫 一探子 就超过 属于的这个 无学了 这个什么 现在 简单的 跟各位 介绍一下 所谓 三摩地 就是大定 无生人 就是无生法人 无生是什么呢 我们三摩眼看的 这个 我们人生 社会 一些现象 世界 自然界的 这一切现象 在我们看着 都是流动的 得了这个 三摩地 无生人的话 一切的境界 都是在大定之中 一花一草 一切都是这个 无生的 本来不什么 都是本性里面 随缘出现的 无疑不是本性里面 这个 非常安静的 那种状态 我们看现在 这个世界这么 乱糟啊 又是杀人 帮我 又是 这个强盗啊 又什么样 到了这个境界 看的一切 都是一个 这个 自信中的 这个 大击灭的 这个 大击灵 尽忠 自信 得了那种境界 只能这么说啊 那是 得了那是 真正大自在 的那种方框了 整个这个境界 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早就是 透出掉了 这下 说实在的话 我们修佛的人呢 谁得了这种境界呀 你看看吧 得了这种境界的人呢 他所表现的 就不是现在 这个表现的样子了 不管他说的是 怎么的话 你看他 你就证明他 没有得了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 好不容易啊 为了不容易得 我们所以要是 红红环境 你在说过世界 得了这个境界 好不容易啊 那我们必须要是 发便到极乐世界去 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啊 一到呢 我们代言往上 到来去 一到呢 是很快就得了这种境界 整个是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的状况 他不但是这个无声的 无声而且随便 一切的这个妙游 都是自然显现出来 哪个到那种环境的时候 哪个无声法人 不求自得 所以不求念佛法门的话 那精神之下 这边说说我能够得 你得 你即生即失才能得了